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酒拿开 没礼貌 家政公司有没有好好培训 培训你们的礼貌礼节 顾客就是上帝知不知道 怎么跟上帝说话呢 把脚拿开 信不信我现在就打电话 给家政公司投诉你 请把您的脚拿开 懂礼貌就行 知错能改就是好女汉子 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零二十分钟了 楼上打扫了没有 楼上还差一个卫生间 我把这儿擦完之后我就上去 再接再厉 加油 喂 喂 上面唱歌呢 丁丁丁 你已经坏了 这个水止不住了 丁丁丁 丁丁丁 你干吗呢一件事 你不会关上他呀 不是 我刚刚擦那里的时候 就让 你故意搞破坏呢吧 没有 我刚刚去擦浴缸的时候 不小心把它打开了 然后它就滋水 我怎么也拧不上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笑什么 你现在这个样子 有一个词汇特别适合你 什么词啊 莫唐鸡 你怎么这么无聊啊 行了 擦擦吧 然后你在身后 干净了 整洁 看起来保健公司 真的换了新的保健员喽 或者是换墨 好 威照 我告诉你件事 什么事啊 那是我擦脚的毛巾 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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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ồng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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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一丁 你在楼上吼什么呢 丁一丁 丁一丁 你真的 真的太过分了 丁一爷回来了 丁一爷也好 你 他不是那个高考庄园吗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他是家政公司 新请来的保洁工 根本就不是来打操卫生的 来搞破坏的 搞什么破坏啊 这出什么事了 我一进门就听你大呼小叫的 他把咱们家楼上那喷头 那街口弄坏了 坏了就再换一个嘛 真是 丁一爷 实在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今天就不要工钱了 孩子 这事不赖你啊 我们家那个街头啊 原来就有过毛病 这衣服都湿了 也给你找这儿盖衣服给你换 不 爷爷爷 不用不用 没事的 衣服湿了会感冒的 啊 爷爷 你等着干什么呢 快去找干衣服去 您干嘛对他那么好啊 他不会是我们失散多年的远房亲戚吧 你废什么话呀你啊 叫你找干衣服 你去不去 爷爷不用不用真不用 你去不去 我去去 我去 去 去去去去去 爷爷 谢谢您 回头我把这件衣服洗干净了 再给你送过来 哦 不着急 不着急 来来来 来孩子 来送一下 先回来走 喝个水 爷爷我就不喝水了 今天出来的时间不短了 我得赶紧回去了 哎呀 着什么急啊 喝个水再走嘛 来来 孩子 这是你今天的工钱 嗯 爷爷 这钱我不能要 我把你们家的喷头给弄坏了 您没让我赔钱 我已经很感激了 我怎么能还要您的钱呢 那个喷头啊 我早就想换了 嗯 你放心吧 来 孩子 这是你的工钱 应该得的 嗯 要不了这么多 太多了 以前我们家雇的小事工啊 每周来我们家打扫一次 要二百块钱 怎么样就不说了 哎呦 还没你干得干净啊 这点钱不多 你拿去 嗯 这钱你拿着 就当还你手机钱了 您怕我这来分期付款啊 剩下的你怎么给啊 这三百块你再拿着 剩下的我以后尽快还给你 尽快是多少块 我跟你很熟吗 我怎么相信你 我怎么相信你 空口无证 立字为巨 你怎么不够千字花鸭呀 你怎么不够千字花鸭呀 啊 一个破手机没完没了了 爷爷 手机确实是我弄坏的 我应该赔钱的 别听他的 我说不用赔就不用赔 阿姨 您那面货好了 啊 我好了 哎 语儿 嗯 你说这秀出去买菜 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呀 估计他逛没了 乐不思蜀吧 顺便再逛过北京城 这人生地不熟的 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啊你说 哎呦 您就放心吧 您家老大没伸手 您又不是不知道 放心吧啊阿姨 哎呦 哎呦 月儿 我还是不放心 我去找找他去啊 哎 阿姨 阿姨 别气了 一会儿回来了 秀儿 嗯 快开学了吧 这怎么想起来出来做小事工呢 开学还有一阵呢 我就是闲着没事干 想出来找活干 别的不会做 打扫卫生难不倒我 你学习成绩那么好 怎么没想处理当个家教啊 我让金元给我网上找了 但是没人联系我 那真好了 那真好了 我就要给一丁找个家教上呢 我没听错吧 爷爷 您让他做我家教 开什么玩笑 你看我像开玩笑吗 怎么一个高考专业 教不了你啊 高考专业有什么了不起的 找家教关键得看人品 我相信秀儿的人品 您跟他很熟吗 这么快就被这个女骗子给洗脑了 丁一丁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 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看见了吗 爷爷 暴力形象非常严重 不过找个厉害的 还真镇不住你 您把他请回家 就不怕您那些宝贝东西 不翼而飞了 别人的东西再好 我也不会眼红的 好 爷爷 您的好运 我心领了 我先走了 爷爷再见 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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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达给弄一下鞭头 别 别追了 您把他请回家教我 您又不怕 他把您的宝贝真正打残了 你说你这些坏心眼 都从哪儿学的啊 我今天都怕你打残了 不可我非要 我真是 不会 乱 对